想要有人才加入 当然得要先取得商机 把公司经营好了 而说到商机 您知道穆斯林商机有多么的惊人吗 举办是吃的啦喝的擦的 用的各式各样的商品 都有机会取得清真认证 抢供这块市场 至于什么是清真认证呢 带你一起来看咯 所谓的清真认证呢 也叫做伊斯兰认证 还有阿拉认证 它的目的是要确保 穆斯林吃的用的商品 可以符合律法 至于我要怎么样来辨识 这个商品是不是清真商品呢 其实相当简单 在它包装上面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符号 它叫做号 用最下面是它的罗马拼 也就是用这简单的阿拉伯字 把它拼起来 到各个地方 或许会加上英文加上中文 但是这个符号 就代表它取得了清真认证 至于什么样的商品 是不能够获得清真认证的呢 这些类别是不行的 包括猪肉 这是大家知道的 穆斯林是不吃猪肉的 还包括了腐肉 猛禽 两禽类动物 还有律法禁杀的动物 以及酒精类等等 不过台厂还是很聪明 找到了很多很多的商机 申请的类别 食品类超过了九成 化妆品有大约三成的部分 化妆品的这个部分 其实相当的有趣 因为伊斯兰女性 是脸要萌起来的 但是眼睛露出来了 所以眼睛的这个部分 就是商机所在 包括了眼妆啦 假睫毛 睫毛膏这些 都是相当的受到欢迎的 而不说你可能不知道 是这些厂商都申请了 包括了张军亚点心面 还有金兰酱油 牛头牌沙茶酱 还有京都念慈安 武士兰茶饮等等 这些厂商都申请了亲征认证 中国回教协会的秘书长 马超燕就说了 从2011年推广认证到现在 有5年的时间 申请的厂商会大幅成长的原因 除了抢供穆斯林市场以外 还包括了台湾之前 曾经发生过实案风暴 取得亲征认证的商品 不只是符合伊斯兰教法 同时也是品质的确认 所以厂商才会这么的积极的 来申请认证了